這台車是誰的 這台啊 我媽媽 她就是去世啊 這台車現在牌照是註銷的 看到已註銷車牌的自小客車 唯一停在銀行前紅線 警方馬上上前盤查 不過才問話沒幾句 駕駛就開始支支烏烏露線 這時車上女子趁著警方盤查時 趕緊求救 他們兩個是綁架妳的嗎 是不是 不是 綁架妳自由是不是 對 最近關了我一個月 21歲的羅姓女子身淚俱下 沒想到只是北上找個工作 竟然就被詐騙集團強壓囚禁一個多月 更淪為詐騙車手 她的家人在毫無音訊下 只能報案將她列為失蹤人口 開網路刊登求職及貸款等信息來誘騙民眾 在以面試審的貸款信用相約見面 是被他人前往指定的地點去遭 詐騙集團囚禁 強行沒收手機 阻斷對外聯繫 並施以暴行 迫使被害人提供名下金融帳戶 眼見只包不住火 無性駕駛只好坦承 當天是要帶兩名被害人辦理貸款 最後警方不但成功救出 兩位詐騙集團的豬仔 全案也依詐欺 妨礙自由等等罪嫌移送法辦 記者不曾用台北採訪摩托 好 好 感谢观看